神在我们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和可以大大地发挥 当你相信这个事的时候 你会做基督徒很不同 你会看重自己 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特别 我们本身都是很平凡的 本来我们是最终的 但是神拯救我们之后 神就老祖在永恒面有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坚定在天的 这个是我的信仰 除了救恩之外 和圣灵的工作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生命得释放得起落 有目标有动力的一种教动 我自己在过程中 我都一路尋求神的心意 一路研究 又看回神流书 我自己又去研究 我真的 现在来说 我真的看到一件事 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很宝贵 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大大给神使用 当我们相信而走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神会用你的 神一步一步用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原来真的是神所应许的 真的是实现的 你就会很珍惜自己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小看自己的生命 每一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用任何东西 难住我们 我们发挥神的 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这个第一个经文 是我非常喜欢的 《词典139篇》 十六十七节 我未承认体质 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够日 你都写在你的测诚了 神那你的意念向我何等 武贵其数 可能更多 这个经文 对我来说 我很欢喜的 就是我未承认体质 就是一粒受煎的卵子 在母亲怀中的时候 神已经看到我了 已经认识我的 一早已经认识我的 就是在人体上来 是不重要的 所以我们对于堕胎 是完全反对的 因为堕胎 杀的是一个人 虽然他是很小 但是他也是一个人 我们就是说 神那帮助我们 去珍惜你的生命 去爱你的生命 甚至呢 我听过 有些避孕药 他的避孕方是堕胎 但是他很快 就是说 一受精之后的卵子 很快将他脱落 脱落他脱落 这个其实也是堕胎 就是他受精的卵子 所以如果你是在用 你要了解这个是什么 避孕药 就是他避免他受孕 而且他受孕之后 令他脱落 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就是我们要珍惜生命 你想想 其实有些孙名 我记得就是 这个贝多芬 他根本 他小孩的时候 是很体弱的 就是家人看上来 认为他真的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想不到 就是他的音乐 是会那么大的影响来 就是我们有时候 不能够看轻一个人 有时候有些人说 我肚里面的BB 他医生见到有问题 有些人就说 有问题 一定要堕胎 但其实不是的 你想想 如果你看到一个有问题的 小孩有身体有障碍 你会不会说 有障碍 那这个要死了 你出了生 你不会 那你 没有福里面 都不应该是这样的 有些人说 很困难 但是我们的日子如何 我们神的一年都如何 就是神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 那也都 就是这里我顺带讲开 我对于堕胎的看法 甚至有些人说 是强奸的 那第一呢 当时神罗映罗说 就是强奸受孕 是会很微的 那当然很大伤害 就是被强奸的人 那他会觉得 这个BB 如果真的受孕的话 就是应该要堕胎 那就是我们都觉得 就是这个妈妈 是真是很不公平 就是得到这个这样的 就是这个这样的经历 但是依然肚里面那个 是很无辜的 就是他根本他 就是他无 就是他自己不知 为什么他受孕了 成人了 但是他依然 他有他生命的价值 所以呢 我们都不应该因为 就是 就是 是强奸的缘故 而将他堕胎 那如果真的不能够 养得他的仇 也都可以 因为有很多刁徒 是愿意去养这些小孩 就是他找的仇 是一定有方法的 所以我 我自己本人 是绝对反对 那如果我们认识有人 是有这个倾向的时候 我们都劝他 就是没有这样做法 那因为我们未成年 就是神年一早 做体验的 那然后呢 我尚未多一日 我们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多一日 你都写了你的策相 你的神 你的意念向我 何有武贵其数 何能众多 他用那个定的日子 也都可以 是解造 就是好像那些 塑造 那些泥 那些瓷器的人 他如何塑造 就是神所塑造的日子 我们尚未多一日 已经写在神的策相 那这件事是很特别的 就是神是特别设计我们的日子 每一日都是神设计的 但是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够相信 就是我们的信心 和圣经所教导 是好像不协调 就是圣经说 我们每一日都是神所做的 但是有时候 有些日子 我们真的经历很大的痛苦 其实这些痛苦不是神给的 就是神的里面 是美善的神 不会令到人生病 质病不是从神而来 神仓造的时候没有病 是人类犯罪之后 人类的后果 我们很多的伤害 都是人那里来 有些人说 为什么神容许呢 虽然容许 但是神有足够的恩典给我们 那他所定的日子 他所计划就是 是恩典 就是我们有困难 但是他在这个困难里面 他不断地祝福 叫他能够在这些恩典的日子 能够得释放 昨天有个人祈祷的时候 我都说 你求神去告诉你 你在受苦的日子 你痛苦的日子 是怎样的 有什么伤害 他真的看到 看到他有些遗忘的经历 但是他也看到 耶稣和他一齐 天使和他一齐 因为神是答应的 神祝福我们 不是我们信耶稣之后 我们整个生命神都有计划 所以在我们的职放 我们知道原来 在我们都未信主 受痛苦的时候 神已经知道 神已经和我们一齐 已经有个计划 一早要祝福我们 我们自己都可以做这个释放 求神去给我们 看到一些我们之前受伤害的经历 然后在那时候 我们问耶稣 你是否在 耶稣就杀在那里 然后问耶稣 你有什么想和我说的话 要我们相信 在那个时候 神已经有个计划 在我们生命之中 要祝福我们 所以有任何事发生 我们都会说 我必不至于遥渡 因为神要我同在 神是祝福我的 当我未认识耶稣 神已经有计划 那我们就会对于 我们过去经历 每一个负面的看法 而在后面的经文就说到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 得与传 你可能说 没什么可能 有什么可能呢 我自己 其实我的家庭 我也曾经分享过 是很穷 很多骂 很多打 在家里的时候 有时很害怕 亦都因为这样 而犯恶梦 是会梦游 就是由那时候开始 神后来医治我 但是 这些事情 你看起来 好像觉得 好像好不好 但是 这个也是神 让我看得到 人的生命 可以很脆弱 受到很多伤害 而有耶稣 那种恩典很大 所以当我去到教堂 看到基督徒的爱心的时候 我又知道神是真的时候 我就很全心去信靠 那我就 整个人得到 神的释放 就是我感受神 神给我这种 坚强 比较坚强的性格 所以我在我小时候的过程中 我就没有什么受那些 上堂一出门 就忘记了 就很开心去玩 很开心 一点都不会 激化 激化这些事情 那回到家里 没有骂 也没什么所谓 神给我这个性格 但是我们信主之后 都可以 试下能够放下 那是否很难呢 其实不是很难的 在这个意念里面 你要告诉自己 一有负面思想 立刻告诉自己 其实 伤害不了我 这些事情 不能够真的伤害我 因为神的计划已经定了 神已经是祝福的 唯一能够阻碍这个计划 就是我们自己 没有人能够破坏神的计划 这是一个很重要 我有一个这样的观念 我就觉得神的最原理 就是A计划 然后当我们不太听话 神就变成B C D一直落 那意思是什么 譬如这样 很简单 基督徒神的生命 会不会计划 他和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 不会的 但如果他自己 他憑着他自己的私欲 他见到一个非基督徒 他自己的心很喜欢 他和他结婚 肯定他不会留在A计划 他肯定是会降级 而且有时降级很严重 因为降级到离开旧一 都可以 很多人就是 他和一个不信主的人拍拖 结果离开住 但就算他不离开住也好 他的事务很受盈 他的属灵生命很受盈 我现在说的一方面是对现在未分的 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教导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人教导 那些年轻人 拍拖 那些 很害怕 令到他觉得 有一种压迫感 但我们不可以 所以不用一种压迫感的方法 用一个什么呢 珍惜你的生命的方法 你的生命很宝贵的 是有一个A计划 这个A计划 你终于可以享受你的家庭生活 你可以享受你的婚姻生活 但如果你眼前 你见到一个 你以为 全世界只有他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没有这个信心 就怕下一步 哇 我如果拒绝这个 以后 我就不是老姑婆 就很惨 就是 有种 这样的惧怕 其实 为什么要这么惧怕 如果信主 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发觉人 这样的 我们信主可以相信去天堂 就是 很多人可以相信 但是 来到钱 就很难相信 糟了 没有钱 奉献 奉献了 没有钱 糟了 我很穷很惨的 这是另一个意念 第二个意念就是 我信主 但是 神为我预备父母 没什么可能 真的很难 很难 很难 但是当你先求神的国 神会为你预备 无论是结婚 或者是不结婚 其实不结婚 我们千万不要一个世界价值观 世界价值观是什么 就是 男大当分 女大当嫁 如果嫁不出 就很丑怪